当我们在大量使用除草剂来除草的时候 美国的很多农场对于自己消费的农产品 他们采用的是有机种植的模式 不用除草剂采用高压电来除草 这几天正是美国农场的花生大豆除草的时间 看看他们自己吃的花生是这样除草的 他们自己吃的大豆呢也是这样除草的 其他的豌豆甜菜蔬菜也会采用这样的模式来除草 这样的高压电除草的模式在夜间那是非常的壮观 没闪一下就灭掉了一颗高出于农作物的杂草 高压电除草的技术由三大模块组成 分别是发电机变压器和除草装置 看看拖拉机屁股拖着的装置就是发电机和变压器 发电机发出来的电其实是低压电 从低压电变成高压电需要变压器 然后通过电缆安全的将高压电输送到除草杆上 除草杆的前端是一个铜棒 它的除草的原理是这样 除草装置大多都是可折叠的 拖拉机牵引到田间 先打开可折叠的除草杆 然后调整铜棒的高度 一般是要高出农作物上方约10厘米左右 第二步就是发电机供电变压器平坐 这样输出的高压电达到1.5万 然后就可以除草了 拖拉机进入农田高于农作物的杂草 一旦接触到铜棒 电流就开始沿着植物的晶流洞 工作原理是这样的 电流通过植物的经验使植物细胞内部的水沸腾 细胞壁快速地破裂 这样就杀死了植物 这样的高压电除草技术 每小时可以除12亩的地 效率还是十分不错的 这个案例非常值得我们深思 第一 美国确实是除草剂使用的大国 但是他们自己的中产人群消费的 却是有机农产品 采用的都是这种现代化的 有机农法的种植模式 而他们出口的农产品 都是用农药除草剂种出来的 转基因的农产品 想想就可怕 第二 我每次分享这种有机农法的种植技术 都会有大量的喷子来喷我 你们知道这背后是怎么样的人群吗 很多都是卖农药卖除草剂的 甚至有利益集团雇用水军来喷我来供鸡物 在这里我要说一下我的观点 我不反对这些用农药除草剂来种庄稼的 但是我大力地鼓励和支持做生态农业 做有机农业的朋友 说实话 14亿人口当中 其实只有很少很少的一部分人 才能够吃上有机的农产品 我分享这些技术 只希望对一部分农业从业者带来一些价值 记住表面上 你看到的只是农业技术 其实背后可能隐含着深层次的国家战略 好了 我是谭谭 关注我 带你看遍全球农业的新技术新模式